真人秀节目随着在电视音频上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后 竞争也变得更加白热化 于是明星们也就彻底遭了罪 难度越来越高 挑战越来越多 各种折腾看得小编都要心疼你们了 话说大型新宿结合户外挑战类真人秀 我们的挑战在江苏卫视首播后便立刻引发大家的热议 一出孤岛求生技也是展现了六位队员的神存技能 12月19日黄晓明 刘烨 杀意 软金天 学之间 岳云鹏六位挑战者也是齐齐现身上海 和大家分享拍摄的幕后故事 现场大家除了大到拍摄苦水外 挑战者们的各种技能也成为了现场热议的焦点 手机录制中准奶爸黄晓明就打败了家庭主夫杀意 看来教主是要奔着全能奶爸的目标去了呀 能在家里边吃饭的机会真的特别少 对 然后后来我就想他喜欢吃什么 我就做什么费用 我就学了个炸酱面 但是基本上每次他都闻一口 然后吃一口 好久不吃了 我又怕浪费 所以每次都我吃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在节目里边 现在就胖 特别胖 对 所以基本上它是属于眼大肚子小那种 我是属于特别能吃的那种的 所以基本上东西都被我吃了 我们俩能做饭的机会特别少 教主如今变身处义担当了 而刘业据说就是队伍中的智慧担当 不过对于这个称赞 刘业似乎显得并不满意哦 当然如果说社长是个傻大个儿 那刘业也是绝不接受的 瞧 刘业和薛之谦现场竟然撕了 我觉得这得意倒没有 但对我来说如果是颜值担当的话 我会更得意 就是说变成职客担当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维满的 一个对我颜值下降的一个评价 今天对我 对我和现在新闻社开始 我的记录我的颜值啊 我的这个 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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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毛 腿毛 是这样啊 这问题我要说一下 你们刚刚所看到 刘业在电视上第一集表现出来的 那个聪明状态 是他全部的聪明都在第一集表现完了 后面的每一集 一集比一集傻 我信你们到时候看 你知道吗 我们俩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给我取个外号叫什么的 就我给他取个手 我说大傻哥 我叫他大傻哥 你知道他给我取个什么外号吗 那个外号不能入耳 叫大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大鸡 鸡贼 对鸡贼 大家不要误会 就大鸡贼 所以想打鸡 然后那个他那就觉得他是老房 那边不想老房 那边想 想把自己身上贴金 你知道吗 我解释啊 各位看第二第三第四集就知道了 谁傻谁聪明 大家看一眼就知道啊 第一集他聪明的谁用完了 两人的斗嘴不断也是惹得现场笑声一片哦 随着大家爆的料越来越多 小编们也开始坏心的想要给他们制造些分裂 谁是你最信赖的人 一个问题就让六人组瞬间炸了 最值得现在 我非得得这四个人吗 小明哥吧 小明哥真的是暖男 暖男 像这都坏 你上一集不是这样说我了 你怎么这样 小天小天 那你问一下小明哥 就是你和baby都掉河里面的 现在就等了 兄弟背不住了 我救我老婆 你不用被救 你会自己鼓起来 你说 你说我要去回答我救你 我还能回着去吗 我明白我是个资讯器